南投竹山兼国小14年前就废校 后续由当地社区维护 最近有志工发现校内的两棵洛宇松莫名哭死 仔细观察发现树皮流出了红色汁液 树干上有遭人钻洞的痕迹 疑似被灌入除草剂 导致整棵树干枯死亡 父亲的居民又欺又难过 想起在9年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 怀疑杀树凶手就是同一个人 树干底部被人钻除一个洞 还疑似被灌入除草剂 整棵洛宇松哭败惨死 几个洞啊 很多 一二三 遭钻洞位置不止一处 而且仔细看树皮上还剩出红色枝叶 这枝枝而已 这枝很差 这枝很漂亮 整棵洛宇松彻底干枯 志工实在无法接受 遭灌毒的两棵洛宇松就位在南投 秀林国小文田分校 这里废校后就由当地社区任养维护 农历年前志工发现 洛宇松的针叶枯黄挂在枝头 树干还如流血般的涌出红色枝叶 仔细看才发现 树干遭人钻洞 还疑似被灌入除草剂 那正常的洛宇松 到这个季节了 大概都是落叶了 那我们这棵树呢 这个叶子是枯死掉 认真栽种了六年的洛宇松 好不容易长到五米高 胸近也来到三十公分 没想到如今被灌毒而枯败 让居民联想到九年前 也曾发生类似意外 怀疑凶手就是同一人 三棵这个蓝阳山 被环状剥皮 剥皮的地方又一样被下药 到底跟树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得钻洞灌毒 居民现在要抽丝剥剑 找出杀树凶手 记者曾入成南投报道 那么结论是两棵树 端火的地方 その中的大恨 很丰富的地方 是一棵树 下雨 下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